本地遊旅行團人數今天開始放寬至最多30人 為了加強客人信心 下個星期開始 業界可以享有一次政府的免費檢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呼籲 業界要自律做好 否則會令到市民對本地遊卻步 去到下個星期的時候 如果有整個行業測試 這個問題可以盡快解決 有一些旅行社很想利用這個假期先去做 你拿一個很舊的測試來講 作為一個頂替 大家不要轉空子 因為這樣會適得其反 如果做得好的時候 市民亦都有信心 可能有折扣 有人講解 有人道上 是一個開心的 反之做得不好的時候 亦都影響整個行業 或者市民的信心 到頭來受苦的